我们不太容易被感动 这些实话 但是我在旁边看的时候 我几次也想流泪 这一代人身上拥有很多品德 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财富 那这些品德怎么会形成的 当然有很多原因 你离不开天赋 离不开勤奋 相当重要一个原因 家风 君子士起家 家风你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它会给孩子 真的种下一颗飞翔的种子 所以这一家 你看我听得又想哭又想笑 笑的时候就是 讲到哥哥造飞机 弟弟打飞机 妹妹躲飞机 但是这是一个什么 说明从小他们心中有一个梦想 这个梦想跟飞翔有关 无论他们离开家墙多远 他们始终带着一个梦想在飞翔 我们讲中国梦 中国梦 中国梦说到底是中华民族的腾飞梦 陈老他们这一代 真正的把飞行梦 腾飞梦 变成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方式 和我们日常的生活 这个家风和秉承这些家风 以陈老为代表的这一代知识分子 让我感动而钦佩 在陈老的故事之前 我们分享了周平一家三代修铁路的故事 您有什么感想 这个父子的经历 也有奉献 也有牺牲 都有 真的了不起 对 但是他们身上 反映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最早 中国人到海湾 一百多年前 很多人是去修铁路的 可是当时他们叫什么 他们叫苦力 苦力 苦力 今天英语里的苦力 苦力这个字 就来自于当年从中国出去的铁路工人 但是今天中国的铁路工人们 带着最新的设备 最新的技术 今天是number one 所以他们这两位父子 也是他们不止千里 将近万里的到SRBR 带出去的什么 他们带出去的是中国崭新的形象 他们带出去的 是number one这样一个词 他们走出去 就让苦力这样的词 永远从历史当中退出去 谢谢 我们感谢这一季节目 钱老师跟我们分享 谢谢您 谢谢 我觉得从我们每一个嘉宾身上 学到了很多 从您身上我们也学到了很多 再次感谢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我们掌声也给钱文中教授 好 谢谢